在以往我们几乎都只强调IQ 认为只要有高智商就可以让你读好书 找到好工作并把事情做好 而EQ为情绪智商 是1990年代出现的概念 当时是学术讨论的主题 之后发展非常迅速 成为企业心理学和工作环境动态研究的重要课题 对此先一月赖燕雪也指出 在IQ及EQ之间取得平衡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必须从家庭教育开始 尤其父母亲为孩子们的第一任老师 因此家庭教育尤其重要 在21世纪的社会 我们重视的是全方位的人文素养 尤其是在IQ与EQ当中如何取得平衡 同时又能够兼顾圆满我们快乐幸福的人生 我想这个是相当重要 那燕雪长期在我们的职场上 或是公领域或是家庭的扮演 我发现说EQ的培养 要从我们的人格家庭教育来做起 培养孩子能够独立自主 进而能够在生活当中去体验 才能够训练孩子独立的一面 未来人际关系的互动 包括情绪的管理压力的管理 都是要面面俱到 才能够完善我们的人生 所以燕雪觉得不管是EQ IQ AQ或是SQ 我们都要认真的去学习 先远业人创表示 从学校教育 家庭教育 再到社会教育 要完成IQ EQ SQ 或者是AQ也好 都需要时间的累积 必须跳脱有别于过往的传统教育方式 将各种能力结合在一起 在未来职场上 生活上等 才有发挥的空间 从学校教育 从家庭教育 再到社会教育 要完成所有的IQ也好 EQ也好 SQ AQ来讲 其实不容易 这都需要时间的累积 那我觉得现在的 不管是我刚才讲的 学校教育 家庭教育 跟社会教育 我觉得要跳脱 有别于过往 传统的方式 要去把这个四种的能力 都把它融合在一起 那我想 未来 特别是年轻的朋友 出社会之后 面对所有的困境跟挑战 它才能各项的状态都具备 然后能在这个路途上 在事业上也好 才能有更发挥的空间 台湾的教育 过于注重学生的智商 也就是IQ 却忽略情商EQ的重要性 其实拥有高情商 不仅有助学生的学习表现 还能帮助学生 培养情绪控管 解决问题 及适应环境的能力 记者邱平俊 综合采访报道 除了 都不想发生 不消息 对 我 像